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邀请一位好朋友来 那就是这一位 叫什么名字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 我叫Cindy 然后大家也可以叫她王金灵啦 OK 心什么底啊 因为呢 就是说为什么请她来呢 因为就是她是我朋友中一个非常难得的 极可以说是许多缺点于一脸的一位朋友 比如说脸圆啦 眼睛小啦 比较矮啦等等一系列的 典型的亚洲女生 对 就是亚洲女生也不是都是这样啦 然后我就很想挑战自我来打造一个这种 如果你是这种脸型的女生的这种日常的这个妆容啦 所以今天就请她来当我的模特儿啦 那你平时自己化妆有什么困惑呢 我平时是个化妆的菜鸟啦 就是眼妆基本上不会化 然后 手残 对 然后阴影的分区啊 颜色什么之类都不会化 一般都只是就是抹个粉 然后最多会涂点腮红 会纯妆差不多这样 真的 就如果大家想看呢 我怎么样打造出她这样子的妆容呢 就继续看下去了 真的 有变网红了有没有 OK 好 继续看下去吧 首先要喷一下prime water啦 干嘛 好像中毒一般 夏天吧 我就喜欢用这种啦 比较清爽又比较滋润 是吧 然后呢 就用这个啦 就是大家看到呢 它呢 有一些红印子啊什么的 红痘啊 就很难遮 所以呢 要color correct一下 就用绿色的呢 在它那个 痘 就红痘印 比较厉害的地方 先遮一下啦 遮一下啦 红痘上粉底液啦 天呐 其实它今天对我来说也是个挑战啦 不 我觉得这会成为你就是视频点击量最高的一个视频 因为我集合了所有的缺点 你还是蛮有自身之名啦 你看 就是有些女生皮肤天生就很好 就没有痘印 然后呢 她们的脸也很小 皮肤也很白 我呢 就是跟她们完全相反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能把我画好呢 基本上 垫定我在YouTube上呢 对 你的美妆达人的地位从此就垫定了 天呐 哪里来的 就皮肤黄的女生呢 也能从我这儿学点什么 学点什么 有大的呢 也能从我这儿学点什么 有痘印的呢 就更不用说了 天呐 所有觉得自己不完美的女生从这里都可以学到 对 而且我眼睛还小 你为什么眼 没有眼睫毛 自黑妆容 OK 我觉得那就是说底也不要打得太厚了 因为我们可以遮瑕啦 因为它瞎很多啦 对 能把我画好呢 我不确定这个视频能不能真的播出来 那有可能最后画砸了 那我先用这个遮瑕膏去把它的这个黑眼圈之类的什么的 该提亮的提亮 该遮的遮了 你真的爆发都有点多吧最近 哎呦 时间不敢巧啊 想到你 想 想 想着上回有皮肤状态可好了呢 有什么症迹吗 不是 因为我们最近在赶自闻 所以呢 再加上前阵子又去吃烧烤 然后上火 上火熬夜 种种情况导致了最近皮肤状态不太好 可以了 但是呢 如果你能攻克我这座高峰呢 其他的女生你就不用画了 就是 OK 今天就会来讲的是一个大的挑战 OK 然后他就大家看有暴斗很严重地方呢 还是要用这种膏状的高力度的遮瑕膏再遮一下了 我已经劝过他不要挑战我这个难度了 但是他就是觉得自己一定可以的 现在我明天感觉他已经后悔了 就是说我也不想把太多的时间浪费在无穷无尽的遮瑕上了 然后呢 放弃了 害你放弃了 就是说呢 大家可以看这位的脸呢 就没有什么轮廓 所以呢 如果您是这样的圆脸的话呢 我是推荐大家先用这种膏状的 就是阴影的这种遮瑕膏 不是这下膏 这种修容膏先把它轮廓打一打 因为的话如果用粉的话可能就是不够明显 所以要搞这种膏状的比较好 为什么你抿了嘴之后也没有很明显呢 所以呢 平时呢 我是很少画这种复杂的妆的 因为我觉得呢 自然就是自然的 哪里来的自然 自然的 而且呢 我觉得未来呢 就会被我们圆脸的那个审美所征服 所以不用去整容什么的 这个世界总会是我们圆脸的 天哪 这位博主呢 他也是个圆脸 并没有你这么圆 OK 就用干粉呢 定一下妆 就是定一下脸 还有呢 就是拿这个粉呢 定一下他的眼部 眼底 就是可以提亮眼底 首先我先用这个提亮一下眼底啦 我上看 看一下脸 这种是很薄的粉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女生呢 有一些痘痘痘印啊 上粉的话多少是会有点卡了 所以呢 尽量挑这种呢 基本上是 就是在手上属于没有什么颜色的 很薄很透的这种定妆粉 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没有那么卡粉了 如果你再选择那种很厚的粉 哇哦 整个脸就不太好看了 我们就继续画bronzer啦 大家已经看有一些轮廓了 但是呢 还是不够的 哇 这个卡王D的 我首先是会想用浅的颜色 帮他画出 再画出一点轮廓 然后呢 因为现在是夏季嘛 妆也不好太雅光 所以呢我会再用这种 比较就是bake的这种 有点珠光的这种修容粉 然后呢再打一层 这样子的话就会更自然 但是夏天大家都会晒黑耶 像我这样 其实我没有那么黑 就是不要解释了 但是呢 对就是去了一趟海边 然后对夏天又来了 经常到外面奔波 书家又奔波 所以现在晒的比较黑 对我冬天的时候 我会再来录个视频 大家就可以看到 其实我好像并没有那么黑 天呐 嗯 OK大家看就是打了之后呢 脸呢虽然还是圆了 但是就貌似就是 可能没有那么圆 我这就是一个 就是这样画是一个圆规的 你站我来 哎天你太有才了 拿一个小展刷子画鼻影了 然后呢 就说用这个再自然画一下咯 就是也是broncer了 阳光自然折射到脸上那种broncer了 小屁 晚上还自带阳光 很自觉的嘛你 这是夏天阳光折射到脸上的感觉 对我们就是那种California girls 天哪 高屁啊 这种应该有自带background music California girls 现在大家看脸呢 就是有一些轮廓 虽然现在呢是 看起来SOLOF有点恐怖啦 但是不要紧 因为我们整个妆容还没有完成啦 嗯 完成之后会更恐怖 你对自己有点自信好不好 腮红 今天我选择两个腮红 一个是这种就是 呃 唇和脸 脸共用的这种橘色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种粉质的小橘色 是不是很可爱 因为呢我觉得就是夏天的感觉 它肤色会比较黄黑 所以我觉得橙色会比较好 如果粉的话就装嫩就有点 就丑掉 不过那种粉色它烂大街了 你知道吗 天哪 白皮配粉腮红 像我这种呢就是 黄色配橙腮红 是一种new match OK 大家要记住啊 如果你是这种脸型的话呢 腮红呢是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横着打或者圆着打 会显得脸更圆 就往上打 往太阳穴这边打 我会再打一点这种粉的 就粉状的会让它更自然一些 首先呢脸呢我是会选一个这种 就是接近它肤色吧 就这种橘色一点的做今天的高光色 很喜欢这一个啊 然后拿一个小扇子的这种刷子打 一凉的话呢我就不用选这么肉色了 我也选一个冷色调点 这个是body shop的那个膏状的 就是大家看它颜色是有点就是类似粉 粉色一点冷色调 但是一个大圆脸配一个高鼻梁真的很怪耶 哎不过我鼻梁高了好多哦 真的你就是想要自己 你就是想要自己 没有优点是吧 and then呢 就要画眉毛啦 它的眉毛呢也是一个挑战 大家可以看看圆脸吧 我每次让它画眉 我让它画 长一点粗一点 它偏偏就是画柳叶完美 觉得自己林黛玉一般 就搂就不行输掉 就大家可以看它鼻子在这里 那你的这个眉毛起码是要画到这个角度的 啊 然后呢从这里开始 所以的话你一定要画到这个点才行 你不知道整天逼一个头什么啊 哦 哇什么啊 啊这边 我会用这种染眉膏把眉定一下 关了 就眉呢就是比较自然的画好啦 那接下来呢就是重中之重呢就是真的是眼妆啦 今天我的眼妆呢 用脸眼盘呢 就会用 这一盘 猫皮 比脸比我的脸还大的一个眼 比我的脸还大的 是我画过了 所以脸比它小 好吧 这一盘呢 我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颜色就是比较大地色 然后有比较适合夏天咯 反正这一盘我觉得还蛮百搭的 如果女生化妆的话 我觉得这一盘就可以造N多个造型了 就大地色深色一点还有比较好看的橘色 今天的话呢我会搭配着用就画成那种夏天橘橘的感觉啦 什么表情啊 用这个做一下眼部的打底了 好 这种的话打底之后呢 你就可以整一天眼状都不掉 hold住在那边 然后先用这个颜色做一 就是粉状的 最淡的这个 对就是接近白色这个色 做一下就好像你化妆也要打粉底的那种感觉 就把这个定一下 然后呢再用这个色就淡一点的棕色 就是画一下她眼睛的轮廓 就是眼窝啊什么的 大家可以看她眼窝的这个位置 所以大家知道呢她没有什么双眼皮 也没有什么眼窝啦 闭眼啦 所以呢我就是个盲人 所以就说要创造一些这种眼窝感啦 就是因为有眼窝的话呢 就像老外就有眼窝就显得眼睛很深 所以很大 那当然是不能这样子了 很吓人的嘛 那个上面熊猫 就是会把它给blend开 blend开 大家看的话就是说sort of创造一些爽眼皮感了啦 哇OK 大家如果想反对她的视频或者喜欢她的视频 想给她提什么意见呢 一定要在评论区的下方评论 什么叫反对我 哦 OK我会用这种 比如说圆脸就是最美的 暖棕色 我会用这个暖棕色打一下它眼尾部分 眼面 其实我觉得如果眼睛比较小一点的女生 就是可以选这种刷头比较小的刷子画眼影了 就不一定会得像那种外国女生 就用那种很专业的化妆刷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会更实用 更好掌控 尤其是如果是新手的话 闭眼了啦 看着妈 你转过来点什么了 而且呢 就是如果那双的女生或者单眼皮的话 我建议眼影的主线的画法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如果你想勾勒双眼皮也可以 不勾勒也可以 就是说要从眼尾的位置开始往中间画 就不要一开始都在上面打面积图 那你眼睛肯定更加肿掉 就要从边上开始往里画 橘色的眼影画在中间的位置 而且就是要尽量贴近眼睛 就大家知道它这个如果中间画满的话就是同样还是显肿掉 所以就是尽量你看就是 画在内双的双眼皮的褶皱里面会比较好 我觉得选眼影的颜色是不是要跟腮红的要搭配一下会更好看 还是无所谓 其实无所谓啦 但是就是一定要对自己的眼型比较了解 这样才能画 你看我画这种亮色的话都是画在它 隐约可见的内双眼皮 很bling bling的闪橘色在它的眼睛上 就让你sort of闪一点咯 这种闪的色我建议大家就会上在眼皮的最中间的位置就好了 就是眼珠的这个地方 对眼珠最高点 然后用这种拍的方式上上去 因为这种一般bling bling的颜色都比较容易飞粉之类的 接近自己肤色的颜色再去晕染一下它就会很自然了 就是比如说这个颜色你点一点 然后呢 自然肤色好黑啊 然后在这个线比较明显的位置打一下 红棕色一点的画下眼线 让开 再用这种亮橙色再勾一下它的下眼线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橙色一般的新鸭蜓 然后呢眼窝的位置呢 建议大家呢可以用刚才那个画在眼眼上面这个色去提亮一下 会显得眼睛就这种亮色闪粉的色提亮一下会显得眼睛更大哦 我呢现在是用这种细一点的笔从眼 就是说眼后面的位置开始画眼线 就贴近你睫毛根部 那我大概就画到眼睛中间就可以了 就不要画圈 就是大概大家可以看一下睁眼 就是有一点点的眼线的感觉就好了 嗯就是让眼睛更有深 你想让眼睛更大一点的话呢 可以用这种就是接近眼白颜色的眼线笔 画一下下内眼线 那就更好 更有神一点 然后呢会更显大一点啦 因为他睫毛比较短呢又下垂了 所以的话呢麻烦你自己夹下你的睫毛 我真的很怕夹子哈 像他这种眼型的女生呢 就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什么软感的睫毛什么乱七八糟了 你就选择硬感就可以了 第一是你比较好贴 第二是呢这样子可以把你眼睛撑起来 如果软感的话基本上贴了 我觉得跟没贴没什么差别 所以我会选择这种自然款的 但是是硬感的睫毛用在他的眼睛上 硬感什么叫硬感 就是比较硬一点 形状比较 就是你看 他已经是成型很好的了 就不是那种你要自己弯弯弯的 直接用眼线笔在眼尾的地方勾勒一些假的睫毛就好了 也会很自然哦 今天的唇呢 就是首先我们还是又会用回之前的这个 脸唇的这个橙色做一个打底 然后我会选择一个比较红的颜色画在里面 就制造咬唇的效果了 转过来一点 然后张嘴张一点点 其实画咬唇很简单 你在里面画好了颜色之后呢 可以呢 用一个干净的棉签把它给晕开 就会很有咬唇的感觉了 OK就完成了 哇好漂亮哦 天呐 那今天的妆容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喜欢啦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就不要忘记订阅啦 或者在下面跟我留言 我想看什么样子的视频都可以告诉我 可以拍给大家看 那今天就这样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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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就那么爱吃呢 你怎么就那么爱吃呢 你怎么不来啊 我先拍你啊 拍一点我现在拍了啊 像我这个呢 什么都没有 没有呢 适用率非常的高 每个人都能在我身上找到经验 天呐 等一下我就会给他贴一个涮眼皮 但是呢 不知道会不会成功了 对 一般都会失败的 就是我失败了呢 大家也不要气馁 就是只是因为我的原因 天呐 大部分人应该是可以成功的 OK OK 贴不起来了 这个剪掉 这个不要剥 太耻辱了 贴不了 OK OK 继续拍 我的脸真的很圆 太圆了 OK 我没找到 我们给大家看 这就是你 这就是你 我们怎么可能 好 我 我在这里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